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斗还得从和她初次见面说起 今年七月的一天 男朋友郑泽第一次带我去她家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她妈妈胡灵慧对我的敌意 胡灵慧是个不到五十岁 保养得宜 风韵犹存的女人 在家里她还画着精致的妆容 我比胡灵慧小两轮 相比她一脸素颜的我 大概显得有些不够上她家那栋别墅的后面 好在 我自认为自己的三观和五观都正 没啥敌人一等的 在饭桌上吃饭时 胡灵慧那双幽深的丹凤颜 扬起一丝微笑问我 小陈 听我家泽二说 你还是第一次谈恋爱呀 当着男朋友的面 如此直接地问我这种问题 我一听就知道 这个准婆婆不是个好相处的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起头看着她 礼貌地答道 嗯 是的阿姨 郑泽确实是我第一个真儿八经的男朋友 不过他不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在他之前 我曾先后暗恋过三个男生 但这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郑泽 一是觉得没必要 二是觉得没面子 毕竟我暗恋的人 一个都不曾对我示好过 这对一个女生来说是一种遗憾 也算得上是一种失败 听到我的回答 狐狸会似笑非笑地夸散道 你真是个单纯的好姑娘 这年头 第一次恋爱就肯和男朋友谈婚乱嫁的不多了 我知道现在不少年轻的女孩子思想都很权威 结婚前都不知道交了多少男朋友呢 妈 你说这话 干什么 干嘛她我以为和那些女孩子比 郑泽的嘴里一边嚼着饭 一边不满地插话道 还没结婚呢 儿子就帮着为了儿媳妇说话 灭她这个准婆婆的威风 狐狸会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小陈 你看我这儿子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护着你了 你比我有福气啊 狐狸会对着一脸假笑地说这话时 忧愿地弯了一眼 一心只顾吃饭 一直没怎么吭声地卷公公 吃饭吃饭 公公见老婆聊着聊着往她头上扯 神情略有不快 不耐烦地说道 郑泽对父母第一次当着我面儿的表现 似乎有些不满 也有些无奈 他夹了两块瘦肉到碗里 低声嘱咐道 多吃点肉 我没想到第一次跟男朋友见家长 确确地说是见种公婆 因为我和郑泽准备国庆结婚 氛围就如此压抑 于我之前想象的 他父母见了我这个转儿媳 应该会喜笑颜开 热情洋溢的画面 简直相隔十几条件 如果不适合郑泽的感情问题 我也一直认可他的为人 这个婚我还真是有点犹豫 要不要结了 郑泽 你父母的关系 好像不是很融洽呀 离开他家后 郑泽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 我倒出了心里的感慨 还好吧 我父母平常相处 说话也是这样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也不要多想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郑泽双手搭着方向盘 牧师的前方的车辆 轻不描淡写地说道 既然郑泽这么说 我没有再继续和他聊这个话题 转而聊起了公司的事 他的兴致也马上来了 我和郑泽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两人属于日久生情的那种 不过我家在乡下 而他家在城里 住的是别墅 他家里有两台代步车 他父亲和他一人一辆 不过他家并非什么 很有社会地位的享和家庭 他父亲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商人 他父亲很早从商 不到20岁就有自己的 粮油批发店铺 又投资了一些铺面和房产 所以在中年的时候 身家便积累到了上千万 虽然父母有上千万的身家 但郑泽从不在任何同事 和朋友面前摆富二代的铺 甚至我在和他恋爱之前 都不曾在公司里 听闻过他家特别有钱 懂得富而不交 不在人前显败 这也是我很欣赏郑泽的 其中一个原因 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靠谱的男人 所以国庆节那天 我和他如期地结了婚 我也从简陋的出租屋 搬到了郑泽家的别墅去住 新婚燕儿 夫妻生活也和谐 且我俩又是同事 每天一起上下班 所以我和郑泽 像秘里调油似的 形影不离 彼此看对方的眼神 都掩饰不住地往外冒星光 郑泽是一个很懂疼老婆的人 从前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他 婚后 不管我在做着什么家务 他看到了都要抢着干 我不好意思让他一个人去干 他便和我一起干 我和他之间的画风 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洗碗 他会站在旁边 把碗碟放进消毒柜里面 我用湿托把在前面托地 他会拿着干托把 在我后面再托一遍 我拿个盆 搓着我们俩的衣服 他会拿个盆 搓我们俩的袜子 都是生活小事 但是一个大人人 可和新婚老婆 一起去参与这些生活小事 往往比他 送他一大捧玫瑰花 一个名牌包包 更打动人 起初婆婆见郑泽这么宠我 真是冷眼瞧着 并没有说什么 但时间长了些后 他开始原形毕落了 有次我和郑泽在厨房洗碗 婆婆走过来 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洗个碗还有两个人 真是娇气 又有一次 我和郑泽在一起拖地 他也走过来 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成天跟在老婆后面转 真是有出息 还有一次 我和郑泽一起搓衣服和袜子 他又走过来 阴阳怪气地说 洗衣服这种事 还让男人帮忙干 真是没见过 这么不知道疼老公的 我虽然是乡下丫头 但也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 面对婆婆的阴阳怪气 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 不过因为嫁过来不久 我不好意思跟他闹掰 赞其忍了 但郑泽是个职场子 他每次都会不耐烦地回道 妈 你忙完了就去睡觉 别老盯着我们 郑泽为了我而怼他 这让婆婆更加看我不顺眼 他似乎一直在找机会整整我 摆摆婆婆的威风 我总是有心地避免与他单独相处 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两个人会单独相处 这始终是难免的事 有一天傍晚 公公在店里还没回来 而郑泽去省城出差了 下班后我回到家 婆婆说她头有些疼 想去睡一会儿 让我煮晚餐 煮好了叫她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啊 我既不喜欢下厨 也不会下厨 所以一嫁过来 我便自觉承担了 洗碗的工作 喂的 就是让每天煮一家人晚饭的婆婆 心里能平衡一些 不至于哪天提出要我做晚饭 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她偏偏就是逃不掉 我硬着头皮打开了冰箱 看着那些鸡肉猪肉全部都是生的 真是感到生无可恋 恨不得插翅而飞 可我是个人 不能干鸟事 只好打电话向郑泽求救 郑泽给我支了个最省事的招 让我点外卖 我一听 顿时兴奋地拍了自己的笨脑壳 刚才我咋没有想到呢 这多简单的方法呀 我马上在手机上下单了 半个小时左右 外卖员便将丰盛的午餐一趟送上门了 我喜滋滋地接过来 去掉快餐盒 把饭菜和汤全部盛在了家里的餐具上 弄好后 我满心欢喜地去敲门叫婆婆起床 婆婆走到餐厅后 看到色香味俱全的午餐一趟 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随即她笑容满面地夸赞道 呀 真看不出来呀 你厨艺原来这么好呀 子二以前还和我说你不会煮饭呢 看来是骗我的呀 妈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我点的外卖 我不想骗婆婆 更不想从此当个会下厨的美名 这个美名要是单了 我知道以后想甩掉都难了 我才二十多岁 在正受老公宠爱的宝贵年华里 只想做个饭来张口的翘起一份 可不想做个满身油烟的翘厨娘 所以我不卑不康 不羞不耻 舔着一张嫩脸 告诉了婆婆事实 什么 冰箱里还有这么多菜 你竟然点外卖 我们家可是从来不吃外卖的 多不健康啊 你这可真是会过日子呀 婆婆此刻神情之丰富 不亚于一名专业的女演员 她先是一脸震惊 再是一脸愤怒 后是一脸讽刺 妈 我确实不会煮饭 所以才点的外卖 这是为了让您和爸 能吃得舒心点才点的 我煮的东西 连我家那条土狗都不吃的 你来你还有理了 还拿我跟你家那条土狗比 你太目中目人了 婆婆尖锐的吼声呢 划破了整间别墅 估计都能透过不漏风的墙 飞到邻居家吧 妈 你也太上纲上线了吧 我不就点了顿外卖吗 您用得着这么说我吗 家里两个男人都不在 我可不想再端着 热油婆婆责骂 所以该怼得怼 谁不怼谁傻 你还刚跟我顶嘴了你 还真是反了你啊 我今天不好好管教管教你 你还是以为 有我儿子撑腰 你就能骑到我头上来了 婆婆激动的呵斥完 朝餐厅四处张望了一下 然后拿起放在展示柜上的 一个按摩锤 怒气匆匆的 要打我的胳膊 哎呀 她竟敢真的要动手打我 我真的是惊呆了 但我瞬间反应了过来 持手敏捷的 一把抓住了那个按摩锤 从她手中狠狠地抢了过来 你凭什么打我 我瞪着这个 像丰富一样的婆婆 我气愤地质问道 婆婆一边叫嚣着 要替我父母教育我 一边要抢我手里的按摩锤 就在我们纠缠不休的时候 公公开门进来了 她一看眼前这幅不堪的画面 一脸怒涩地 急不走到餐厅怒吃到 你们这像什么话丢不丢人 公公可是这间别墅的顶扬柱 谁和她抬杠谁吃亏 所以听到她的话 我马上先松了手 挤出一丝笑容 喊了她一声爸 婆婆握着个按摩锤 对视像个戏子一样 跟公公哭诉道 你看看 你儿子给我们娶了个什么媳妇啊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吧 让她煮个晚饭 她懒不肯煮 偷偷在外面点的外卖 还对我说这些菜都是她做的 我发现她骗了我 说了她几句把她不高兴 和我顶嘴不说吧 竟然还想打我 那你看看你看看 这要不是你今天回来的嫂啊 我都要被这个儿媳妇打了 咱们家 这是家门不幸 恶人总是喜欢相告状 古人成不起我呀 听到婆婆的话 我再次大开眼界 犹如在观赏一出精彩的家庭剧 婆婆这个女二号 一口气说了那么长的台词 也该歇歇口气了 轮到我这个女一号上场了 我不急不躁 平静的对公公解释道 爸 外卖是我点的确实没错 因为我不会煮饭 怕您和妈嫌弃我煮的难吃 但我并没有骗妈 说这些菜是我做的 更不敢打她 是她口口声声说 要替我父母教育我 想打我 你还颠倒是非黑白 婆婆怒吼道 别吵了 像个婆妇一样 像什么话 这个家 谁还带得下去啊 公公这话 也不知是骂婆婆 还是骂我 或者是骂我们两个人 反正她骂完 就气呼呼地转身出了门 关门时 那个重重的响声 把我和婆婆都震得 娇去一抖 公公走后有好几秒钟 除了两个女人 一轻一众的呼吸声 整个别墅 一点杂声都没有 在这种诡异的寂静中 我突然觉得 今晚还真是有点意思 既然公公不管 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 郑泽又不在家 她就算在家 也是站在我这个 翘媳妇这边了 这个我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那我何不趁早梁姬 好好的骑骑婆婆 措措她的锐气 省得她像个母老虎一样 以后还想着 在我这个小绵羊头上 作威作福 想吧 我便走到餐桌前 移开了一个椅子 故意一屁股蹲的 重重的坐了下来 妈 你也过来吃吧 别跟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 你要饿着肚子 等一下 哪吵得过我呀 我拿起筷子 一脸微笑的 看着婆婆说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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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大逆不斗啊你 婆婆看着我 气定神闲的臭德性 气得身子发抖 说话的声音 也像在抖筛子似的 您说这话真是太冤枉我了 我点外卖 是为了让您 吃好饭 您不吃 我怕您饿着 不跟您计较 还主动叫您吃 我怎么就大逆不道了 你 你 真是没想到啊 你一副思思文文的样子 竟是个这么厉害的角色 怪不得我儿子 被你迷得传传转 你就是个狐狸精 此刻婆婆的脸 胀得像猪肝 有点滑稽 我可是郑泽家 用吧台扎着彩带的婚车 明媒正娶过来的儿媳妇 要多名正言顺 就有多名正言顺 今日在婆婆的嘴里 我竟然成了一个狐狸精 听到她用三个字 来形容我 我顿时有一种 哭笑不得的感觉 觉得眼前这个妇人 骂的时候 是面目猙獰 唉 还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啊 她这样对我 对她这个唯一的儿媳妇 公公不高兴 儿子不喜欢 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被猪油蒙了心 又是什么呢 反正我知道 我以后做婆婆了 一定不会和儿媳妇对着干 给自己找不痛快 妈 您这么看不惯我 只是因为妒忌我 我的老公对我 比您的老公 对您要好 对吧 我笑盈盈的问道 决定打蛇打七寸 直戳婆婆的心窝 你 你胡说什么 我要什么有什么 你一个一穷二白的乡下野丫头 有什么值得我妒忌的 婆婆被我说中心事 一脸恼羞成怒 妈 我要是爸呀 我都不想跟您说话 您看看您 一点屁事 不是一哭二闹 就是说话一阳怪气 直桑骂怀的 如果您是男人 您喜欢您自己这样的女人吗 您愿意处处维护她吗 我想您也不愿意吧 那郑泽和爸 他们又怎么可能愿意呢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用不着您来教我怎么做女人 您吃过的盐 确实比我吃过的米还多 但是做女人 做老婆 起码从现在来看 我比您要成功 比您要有方法 否则您儿子怎么会被我迷得转转转 您刚才不是也说我是个狐狸精吗 别跟我提这三个字 翻死了 婆婆说完 自己走到了餐桌前坐了下来 然后抬起手 磨起了嘴角的泪 看她突然真的哭了 我也是有些无措 心也瞬间软了下来 原来公共年金的时候 是有几个臭钱 就饭活人的主 当年呢 仗着自己是个小老板 竟然做了劈腿的缺德士 婆婆这个外人眼里的狐狸精 是夹着运渡 逼迫她 娶她的 他们结婚后 公共仍然忘不了 之前那个正牌对象 这么些年 对婆婆一直冷冷淡淡的 所以婆婆看到 郑泽对我如此宠爱 总是想起她自己的婚姻 心里面极不平衡 总想拿我出气 女人的女人 活到了快五十岁 这把年纪 半截身子都埋进了黄土 竟然还对情情爱爱之事 耿耿于怀 我对婆婆既是同情 又是无奈 只好说了一些 隔靴搔痒痒的安慰话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情 往往是从交换彼此的秘密开始的 婆婆对我讲了她的秘密 我自然礼尚往来 也透露了一个我的秘密给她听 我告诉婆婆 其实在认识政责前 我曾在高中和大学 暗恋过好几个男生 但那几个都是没有眼珠的 竟然没有一个来主动追我 害我自卑了好久 婆婆听到了这个秘密 破提而笑的挖苦道 原来你也是打脸 冲胖子的主啊 也有这么不光彩的历史呢 是个人总有一些不光彩的历史 正是那些不光彩的历史 才成就了现在我的光彩 所以有啥可接怀的 日子得向前看 我没脸没皮的恭维自己道 是啊 你说的对 日子得向前看 总记得过去的那些破事 你不知道是活得真累呀 婆婆的眼神里 没有聚焦的看着对面的白墙 一脸感叹道 这晚我和婆婆这对冤家 算是暂时和解了 但是人嘛 总是本性难移的 我们还没好几天 她又开始盯上我和郑泽的房事了 动不动就阴阳怪气的说 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 怀孩子这事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不是想怀就能怀上的 这个科学常识谁都懂 但我的婆婆就是假装不懂 我这个俏媳妇能怎么办呢 唯有继续和她斗智斗勇了 生活这部戏尝着呢 和婆婆且斗且乐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落空 在匀、今年身妈妈,她对周 belief 찟里面感觉 您的方便 Anyways 现在我观一回看